嗯 還沒有吃到牡蠣 有看到牡蠣嗎 特寫一下 啊 我的咖哩麵包 機車 出航了 那來到松島 絕對要坐這個觀光船 一週才1000塊日幣 50分鐘非常推薦 當然來了一定要進來看 這個 國寶的 瑞妍寺 大家好我是 北海道女婿Jerry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不是北海道在 仙台喔那因為出差的關係 我來了一趟仙台 那其實正式呢已經處理完了 那我在仙台多留一天 想來這邊逛一逛 那剛好上網看了一下 這邊有一個日本山景之一喔 叫做松島 那看起來是一個非常有名的地方 老實說我是昨天才知道的喔 那今天這影片呢 就大家去看一下這個日本山景之一的松島喔 那現在是早上10點半喔 還沒有吃早餐 那據說這邊有一個名物喔 叫做這個咖哩母粒麵包喔 聽起來就很威喔 今天早餐就吃這個名物了 母粒咖哩燙喔 然後他說裡面會放兩個母粒耶 那就來吃這個吧 來喔也不貴啦 380塊日幣 那我剛好11點要搭這邊的觀光船 那我們就在岸邊享用我的早餐 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就正常的一個咖哩麵包 いただきま 一個人旅遊說實在 對我現在這個年紀來講 有小孩的喔 說實在還蠻開心的 還沒有吃到母粒 有看到母粒喔 特寫一下 我的咖哩麵包被搶走了 騎死我了 我的咖哩麵包 這個也當做片頭了 機車 咖哩麵包請海鷗吃 不管再去買一顆 剛剛這個故事告訴我 絕對不要在鬆島的海邊吃咖哩麵包 沙巴被搶走了 又買了一個 這一次我絕對不會走去那邊了 我就在這個屋檢下吃 開動啦 今天一開場就這麼刺激 這叫母粒耶 没有很大颗小颗的 不过它有放两颗 蛮好吃的 不过主要都是咖喱的味道 那如果有吃到牡蛎的话呢 就会有浓浓的海的味道 蛮好吃的 很推荐大家 来松岛这边买一颗来吃哦 我买这个观光船松岛湾 一周一千块日币 超多人要去坐船的 然后这边运营的公司还蛮多家的 那我这一家呢 一小时就会有一班哦 那你现场买票就可以了哦 然后绕一周是17公里 然后航程是50分钟 那要坐在二楼呢 还会另外再收600块日币哦 当然是要坐二楼啦 钱应该要给它花下去 来这是二楼的样子哦 是有桌子的 下面就是只有椅子 出航了 出航了 Fade in the Sunset And we'll be happy One day at a time Travel the world together, play Travel the world together Travel the world together, play Travel the world together 然後這個Travel,越於日本的宮城線 Travel,大大小小的島嶼總共有260個 那是日本山景之一 這個2019的觀光人數有598萬 哇塞 非常多人 然後貴賓餐 裡面還有這個賣LED芭蕾的巧克力冰淇淋 四百塊日幣 非常在外面吹風 有點冷 啊的好運 那我們坐完船了 那來到松島呢 絕對要坐這個觀光船 一週才一千塊日幣 五十分鐘 非常推薦喔 這邊有一個國寶瑞岩寺 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囉 那入場費是七百塊日幣喔 當然來了啊 一定要進來看啊 這一個國寶的瑞岩寺 有一個國寶瑞岩寺 中曜瑞岩寺 那麽 西幣 塑 底 中曜瑞岩寺 這朵 海咖 快結束 在柚子 到天 湖 涼岩寺 裡面是鏡子拍攝喔 只能在外面拍給大家看 這個是中門 哇 這個鎮店非常的雄偉喔 隨便亂走呢這邊看到有一個海鮮餐廳喔 這邊有在賣一些牡蠣的料理 套餐的耶 2700塊日幣 那就 這一間吧 出外人啊 吃一個雞腰的啦 黑白吃一個海鮮料理就好啊 進來這邊有蠻多套餐的耶 這一夜有1650到2700 後面有一些單品的 當然啦 出來完就要點一個最貴的2700日幣喔 想不到隨便進來一家店啦 那這個料理這麼澎湃喔 來啦先來吃一個 應該是 就是牡蠣 生牡蠣嘛 啊沾錯醬沾錯醬 直接吃了直接吃了 不懂吃 恩 好吃 因為松島這邊也是產牡蠣的一個產區啊 所以這邊的牡蠣絕對新鮮 炸牡蠣 好棒喔 出來旅遊吃美食 裡面包的比例都很大一顆 這家店真的不錯 價格我是覺得 就是中間再貴一點點 但這個品質我覺得很OK啊 那我會把這個餐廳的資訊放在我的說明欄 我現在如果來到這個松島丸 可以走過來這間餐廳 從這個瑞岩市走過來 差不多一分鐘而已 來這個是 真牡蠣 真的真的很大一顆喔 其實我蠻喜歡吃牡蠣的 然後我有在做這個貿易的出口 所以這一次來仙台這邊看一下牡蠣的狀況 說實在去年跟今年的水溫都很高啦 牡蠣就是 死得蠻慘的 我現在是苦中作樂啊 今天這個牡蠣的生意能做多少頓我都不知道 最慘的狀況就是不做了 因為死一半嘛 那個廠商 說要長一倍 隨緣隨緣啦 做生意就這樣啊 有賺有賠啊 但是出來玩的心情絕對不能壞 這個新鮮 梅花座 我本身我在做牡蠣的這個梅花座 這顆就稍微Q水Q水 這顆Q水 大家如果選牡蠣的時候呢 大家選這個殼啊 要深一點 側面看要深一點 不要選那種扁扁扁扁扁扁扁的那個肉就沒有生長的空間 一點小撇步 小龜小肉也蠻大顆的 那我去 嗯 我去 別話說 YA 然後找到一個有海景的咖啡店 但是我來吃聖誕 來啦 下午茶啦 這次出來晚完全沒有做功課 但是付出是驚喜啊 而且去個店啊 中餐啊 連這一個聖誕都蠻好吃的 然後早上那個被海鷗吃掉的 咖哩 母粒麵包也非常的好吃 那差不多等一下我就要坐飛機回北海道囉 那現在北海道女婿呢 在北海道有坐租車喔 如果來北海道自駕 找女婿租車最安心喔 然後呢 租車連結放在說明欄 這一次所有的旅遊資訊 餐廳 美食 我也都放在說明欄喔 我是北海道女婿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了 掰掰 我說旅行啊 也不用說 準備很多計畫 心情對了 人對了 為了救好玩 說實在的 旅行就是這樣子 你人不對喔 說實在的話 真他媽的 有夠難玩喔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好嗎 我們下支影片 我們下支影片 請客